又为善根善心深野 善心以惭愧之而发 于无贪等善根 为善之自信 与之相应而生起一切心心所 都叫明月善心 善心的意思更广 但是佛教里头是有标准的 不是含糊笼统说的 善心里头是有条件的 从哪个法开始呢 从惭愧 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良心 你还有良心 你的天良未免 惭是什么 支持 愧是什么呢 愧是外面别人的自卑 你做了不善的事情 别人批评你自卑 这叫羞愧 换一句话说 惭是对不起自己良心 愧是做错事情 对不起大众 这是善心 人有惭愧 他就能改过自信 人要没有惭愧 那就没法事了 没有羞耻心 就是没有惭愧 人家怎么批评不在乎 根本无所谓 不怕别人的批评 不怕舆论的指责 他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来 有惭愧 有愧 做错事情 纵然没有人指责 良心 自卑 那外面舆论 指责的时候 他就不好意思见人 这种人 良心 未免 有惭愧 再加上三善根 这是善的自信 一切善法都从这里 所以 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 心错 心是八个心 最加一切 阿勒耶 莫娜 一时 前面 言而逼是神 八十啊 叫八心王啊 与八心王相应的五十一个心错 通通通善 没有一样不善 所以叫善行 那么现在 就阿弥陀佛本愿 这指 尽宗之 真实信心 你对净土 有真实的信心 你是 善心当中的善心 没有比这个更善了 你能信无量寿命 你能信四十八月 你能信阿弥陀佛 你能信极乐世界 你能信念佛往生成佛 这还得了我 这首无量借来 你成佛的机会到了 你这一生会挣得大圆满 这个缘分 多难得 今天我们缘分有了 问题是自己的根性 弥陀佛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 善根 负得 应援 得生必顾 这三样东西 善根 负得 应援 应援 我们具足了 一点都不缺了 遇到无量寿经 汇集本 遇到黄念族 老剧书的诸解 这语言不缺了 剧足了 善根是什么呢 善根是你能不能相信 你能不能理解 善根是信解 佛德呢 佛德是修行 你肯不肯依照经典所说的 理论方法去修行 你要是真能这样做 你是要大佛报 事出事件 没有任何佛报 能比这个佛报大 第一位 你是妙具复古 世间人讲财富 你的财富是诚信的 因为你真的自信 自信里都有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 圆满的向好 就是圆满的佛报 你全得到了 阿弥陀佛 自信功德成就的基督事件 一切祝福都不能跟他相比 那人间天上就更不必说了 第六天王 欲界天顶的 大凡天王 摩西手搜罗天王 是第四产的 这个是苏婆世界 地位最高的了 摩西手楼天王 见到佛 都称弟子 都是对佛 顶礼三败 又饶三扎 你想你是什么地位 包括 alarming 阿弥陀佛